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影响 未来一个星期都是以东北季风的影响为主 差别只在水气的多跟少 所以在东北季风的迎风面整天都可能会下雨 只是范围大小会有变化 而中午过后在中南部会下午后雷震雨 看到降雨预测 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 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 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新竹以南多云道晴 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中部山区会有午后雷震雨 星期五六东北季风减弱 看到水气更少 影风面的降雨剩下在基隆北海岸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中午过后一样在南部地区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 东北季风带来的还有降温 这几天各地低温大约22到24度 尤其北台湾观众朋友最有感 今天的新竹 还有基隆 宜兰 桃园 新北 还有台北的低温都不到21度 白天也很凉 高温大约26到27度 只有新竹以南比较热一点还有30到31度 看到接下来的温度变化可能会有两个清晨稍微再凉一点 看到星期六还有星期天到星期一的这个星辰会稍微凉一点 星期天这一波东北季风增强高温低温都会往下降 北台湾低温平均21到22度局部可能会出现一字头低温 星期八楼没抓气象重点时续进入了秋天早晚偏凉 早出晚归要多戴件搏外套 明天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北部山区不定时会下一点雨 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中部山区也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 出门可以带把伞 还有在台南以北东南部恒春半岛 沿海空旺地区容易会有8到9级的强震风 另外台风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但是星期五开始就会带来长浪 范围包括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还有马祖 如果有海边作业需求最好把握今天还有明天的时间 接下来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天各地的气象